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 说起近几年的心境小花 凭借老九门,江夜被观众熟知 以一步流离火遍全网的袁冰岩必然是榜上有名的一位 他不仅颜值,演技,人气俱佳 对剧作的整体把控和角色的诠释塑造也是颇有独到之处 袁冰岩首部大女主剧宣发,而达成一领弦出演 设定一领弦出演 不输流离 2021年,袁冰岩凭借首部作品《夜问》进入影视圈 随后相继出演《向幸福出发》 《白衣笑话与大长腿》 《末代皇帝传奇》 《爱情公寓4》 《幸福的季节》 《肥刀又剑飞刀》等诸多作品 2016年,因为与陈伟霆、赵丽颖、张艺兴主演老九门 袁冰岩逐渐被观众熟知 再加上2018年热播的《听雪楼》和《江夜》两部大剧 大家便彻底记住了这个名字 不过,要说真正让袁冰岩大火的 还得是2020年与诚意主演的《纳布流离》 因为该剧的热播 作为主演的诚意与袁冰岩一聚而红 虽然没有直接晋升一线 但是也获得了相当可观的人气发展 流离之后 袁冰岩虽然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消沉 但是随后便是影视剧自缘的翻生 先后出演了《雷霆令》、《落花时节诱逢军》、 《青春向前冲》、《祝清豪》等多部作品 今年,因为《祝清豪》的热播 袁冰岩凭借《流离一脚》再次圈粉 虽然之后爆出了工作室的税务问题 但是并未遭到封杀 也就是说 这件事并未涉及到本人 否则早就出了公告 就在大家不知所以的时候 日前的一则新消息刷新了观众们的认知 一部名为《两情投》的古装剧宣发了启动 而作为主演的人选之一便有袁冰岩 也就是说 他要王者归来了 除此之外 这部《两情投》还公布了男主的人选 就是与袁冰岩同为《流离》主演 且都因此具一悦而红的诚意 对于诚意这个演员 想必大家也是十分熟悉的 诚意2011年出道 先后出演了《青云志》 《流离》 《吕军歌》 《陈湘如谢》 《陈湘重华》等部下20部古装大剧 可以说是深的古装剧造诣 而且 观众们本就期待他与袁冰岩的再达 如今有消息爆出 自是期待满满 目前 有关这部《两情投》的启动已经宣发 作为主演的诚意 袁冰岩也得到了公布 该剧大致的开机时间定在了明年初春 相信很快便会有更为准确具体的官宣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